5号晚上在俄罗斯渡马选举结束之后 数千名示威者走上首都街头 要求终结总理普京12年对俄罗斯的统治 俄罗斯媒体称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机会 警方称当天有3000到5000人走上莫斯科街头 举行反对普京的游行示威 起初抗议人群获准在莫斯科市中心地铁站附近的一条黎音大道上冒雨聚集 他们高喊俄罗斯不需要普京 窃贼普京口号 指责选举中存在舞弊要求改革 随后很多抗议民众试图将游行推进到主要街道上 大量防暴警察通过手肘相连形成防守袋阻挡人群 将涌上来的人潮一分为二 并在该地区逮捕了数名抗议者 但仍有部分示威者绕过警方 试图到克里姆林宫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举行抗议活动 警方在示威者抵达克里姆林宫之前将其制止 至少逮捕了30人 并将他们赶上了更交车 据悉在当天的示威游行中 警方先后逮捕了300名示威者 除了5号晚的游行活动 示威者还在6号晚组织了一场示威 以表达他们的诉求 广东台编译报道